年代综合台因为节目广告化 以及自如性行销太严重了 被NCC罚了好多次 昨天被撤销了执照 年代说呢 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借其他的电视台 其他的cable台来还魂呢 因为说除了就有一些主持人的 这些节目呢被暂停之外呢 这样子的一个被撤销执照的方式 还可能会影响到综合台 很多员工生计的问题 主持人照常开讲 年代综合台节目正常播出 但NCC开闸要求撤照停播 观众赶紧上网查询 再过三天这些节目可能通通看不到 车通后面应该是最难碰到的吧 贵单位因材私教耶 突然没有音乐 就容易操作 对啊 好像高国华 余晨庆 张小燕还有吴淡如 就算是大咖主持人也无奈 看看综合台官网 节目排播直到26号 最快27号下个星期一 频道就会停播 但年代高层拿出文件 质疑NCC开罚根本不合法 97年4月1号 接手经营这个年代综合台 之前的违规有32次 我们接手第一年降到8次 然后在换照之前降到4次 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媒体 在未来的一年当中 绝对不可以犯一次错 让年代最担心的是 一旦停播 频道可能像这样出现黑画面 不止每天高达120万人次的 收拾人口受影响 年代每个月也会损失4000多万 30多位员工面临失业 他们这次用一个非常恐怖的做法 根据了解综合台停播后 年代有可能借用高点娱乐台的执照 继续播出 但年代强调会上述到最后一刻 替自己也替这些节目的收视群 争全意 中天新闻 女学校翻新鱼台北 听不懂